苹果、亚马逊财报公布之后 表现都优于市场预期 带动全球股市都守住了前低 台股 台股今天同步是止跌回稳 守住了季线 今天整体只有小跌了50点 AI类股族群呢 今天AI类股族群的指标股技嘉 今天开低之后一路向上 差一点就要攻涨停了 那我们今年的代表做银帮 银帮今天是直接攻涨停 AI类股族群修正结束了吗 何时会出现绝地大反攻 那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在哪里 在伪创 伪创今天又再创新低 后续到底该怎么操作呢 今天节目非常重要 一定要收看 投资握力放眼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 面面巨道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顶级操盘手 我想最近台股开始下修之后 操作难度真的变得非常高 我认为投资股票要顺势而为 不要逆势操作 你如果没有办法顺势而为 在大盘的往下修正的时候 你硬要进场去做多 就好像蛮牛一样 什么叫蛮牛 斗牛不是有蛮牛吗 你像蛮牛一样 你就是一直往前冲 一直往前冲 大盘在涨的时候你冲 对 你赚钱了 但大盘在向下跌的时候 你又继续往前冲 你会被刺伤 你会被刺伤 所以操作股票 你不能像牛一样 持续的往前冲 不停 该守 还是要守 该攻 就要用力 全力重压去攻 不要该攻的时候呢 你就买个一张两张 因为涨起来你很担心很害怕 然后买个一张两张 大涨个50% 你都没感觉啊 那该守的时候呢 你又偏偏 偏偏很喜欢进场去重压 重压之后呢 结果你该守的没守到 该赚的又没赚到 所以我觉得这一波啊 操作难度变高了 所以我这边 昨天 应该不是昨天 昨天放台风价嘛 前天的节目我就跟大家讲 我们已经尽可能的 把我们的资金都留下来 保留现金 我就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跌下来之后 我们可以买到更低 而且啊 你会发现现在多空交战 非常的剧烈 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股票会大涨大跌 大涨大跌 那与其在这个时候你硬要去做 涨起来你觉得要向上涨了 你进场去做多之后 又往下跌下来 然后呢 跌下来之后你觉得 好像没救了 你又出场 结果它又涨上去 那与其你这样看着多空剧烈交战 你冲进去 然后不断的受伤 不如啊 多空剧烈交战的时候 我们先怎么样 隔岸关火斗一下 保留现金隔岸关火斗 那我们可以看到大盘现在的部分 大盘呢 大盘呢 台子期的那一天啊 我认为昨天的台风价真的是 放对了你知道吗 放对了 本来就该放了 昨天如果没有放假的话 其实我们会发现哦 台子期盘后是跌破季限的 但是如果放个了价之后 你会发现放假 因为昨天晚上美股啊 就开始向上收高了 昨天晚上美股向上收高的时候 就带动今天台股 只有小跌一下碰到了一架季限 就没有跌破了季限 那季限没有跌破啊 对市场的信心来讲 都是非常好 非常好的一种注意 因为如果不小心跌破了季限 我认为啊 这一波下跌修正的时间 要更长 要更久 但短线上来讲 我刚跟大家讲过了 投资啊 不要像牛一样 不断的向前冲 该守的时候 还是要守 那我常常也告诉大家 投资股票 当然不是只看技术面 基本面 还有什么产业面 都是要看的 但是技术面 如果出现了回档 该修正的时候 我们也是要予以尊重 就是 技术面既然 往下跌 现在是回撤季限 过去的经验来看 我这么多年投资的经验 很少碰到季限之后 立刻反转 V型向上了 这种几率 太低 太低 太低了 那通常啊 只要碰一下季限 这几天啊 持续震荡的几率 会比较高 那到底什么时候 会止跌回稳 我这几天一直跟大家分享 两个指标 第一个指标 就是看海股的季限 季限跌下去之后 有没有办法在三天之内 都守住前提 三天哦 这边三天 你这边不能再破了 今天的第一点 三天之内也就是 星期二之前 都不能破底 都不能破底 再来还有美股的部分 美股纳斯达克指数 我们可以看到纳斯达克指数 也出现修正 而且呢 这波技术面看起来是 相对比较丑一点点 前一波高点在这 第二波高点在这 高点有没有一波比一波越来越低 那越来越低的话 这不是小小的一个下跌修正的趋势吗 那既然出现了这种趋势 我们就要观察这个颈线 这颈线呢 有没有办法呢 跌破之后马上拉回来 好那今天晚上就是个重点 今天晚上如果能收盘价 收过这个颈线之上 我认为美股就直稳了 美股直稳台股也就直稳了 那台股直稳之后要做什么股票 就是一直跟大家讲还是AI 那AI类股当然同步也要止跌回文 那所以我常一直跟大家分享 要观察重点指标在哪里 重点的指标还是在AI三雄 那也许你会去看外资筹码的部分 但是重点的指标还是在AI三雄 你会发现以广达来看 广达呢今天呢 开低之后就一路向上攻高 跟台股加权股价指数的走势 有没有几乎可以说是完全一样 广达往上涨 广达往上涨 加权股价指数就往上涨 广达向下修正震荡 那加权股价指数呢 也跟着向下修正 然后持续的震荡 也就是说 广达跟加权股价指数 根本最近来讲 就是完全的联动 好这边呢 就带出另外一个重点 也就是说 从5月开始 涨势比较连续 比较有趋势性可演的股票 是哪个族群 AI 就是AI 大家发现 AI股向下跌 AI类股向下修正 加权股价指数 台股的大盘 也开始出现向下修正 那反过来说 下一波台股要向上再创新高 靠的是谁啊 靠的当然也就是AI族群 AI类股啊 也就是说 AI类股族群啊 就是今年台股的命脉 台股如果能向上涨 AI股就会向上涨 那反过来台股如果 肌肉不振 加权股价指数 当然也会跟着肌肉不振 那我们看起来呢 台股以目前来看 全球股市以目前来看 修正幅度都还在修正的范围里头 多头格局是没有改变的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台股 加权股价指数也碰下季线而已啊 季线都没有被跌破 何来空头之有 因为最近啊 很多人在唱衰AI股 就说啊 外资都一路卖空了 我们也要跟着卖 我一直跟大家强调啊 外资的筹码有的时候 它变动得非常快 比如说呢 我们以台子旗的未平常多单来看就知道 外资呢 外资星期三的时候 还有付5,327口 空单 空单耶 那今天呢 今天马上就减少 马上减少三四千口 外资它变化是非常快的 所以我认为大家不要太在意啊 筹码面这一块 尤其是外资 外资今年以来应该说 今年以来大部分他们都是占卖方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今年的台股 是向上涨的 而且是准备在突破今年的新高 建议大家 真的不要太在意外资的走势 你要在意的是 未来的趋势 未来的产业发展 就是AI 那AI三雄呢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就是现在台股的重心 比如说像技嘉的部分 今天台股开低之后向上拉回来 技嘉难道没有功劳吗 技嘉今天呢 一度是涨了9% 快要涨停满了 也是开低走高 跟台股的走势 有没有一模模一样样 那我这AI三雄也讲很久了 那有些部位呢 我们还是留着 看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绝对成本优势 所以你要投资AI 你要找谁啊 不找我你找谁啊 技嘉270块 放到今天是几块啊 你看到大家说啊 AI股好惨好惨好惨 我们放着到今天都还赚钱 这边270 270 今天几块 306 270 306 7月5号进场 7月6号 269再进场 一样赚钱 广达呢 广达我们可以看看今天是几块 220块 220块 我们之前在买的时候 7月21号 7月21号进场买的时候 204 放到今天 即使修正了那么多 还是赚钱啊 那大家想想看 如果修正那么多之后 我们等待进场 加码机会 是不是可以买更多 买更多不就是赚更多吗 那当然这是AI三雄的部分 我想AI三雄啊 大家最关心的还是在于伪创啊 伪创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伪创是持续的往下跌 跌势呢 比起刚才的广达技嘉 还要来的深 为什么 第一个 它是三雄里头啊 股价相对来讲是最便宜的 既然股价便宜的话 就比较多赚户进场 那赚户的部分呢 进场之后会带动什么 当冲客啊 隔日冲啊 融资户啊 还有什么放空的空军啊 进场去拼命的 上下上下冲冲冲 然后呢 就会带动筹码 比较乱 那散户有一个特性 助长也助跌 为什么 因为散户都是追高杀低的啊 大部分的散户都是追高杀低 张起来的时候拼命去追 跌下去的时候 杀杀杀杀杀 就造成了伪创呢 大涨大跌 这叫做波动大 那大家想想看 波动那么大的话 现在跌那么深 他下一波反弹波动大 他也会涨得比较多 所以伪创呢 是要找机会进场加码 那什么时候可以进场加码呢 因为今天来讲啊 我认为今天的伪创 虽然说还是跌的 但整体来讲啊 也蛮漂亮的 第一个底部有没有看到啊 这边底部有爆大量 底部爆大量还没有出跌停板 这就代表底部是有人承接的 该违约交割的都违约交割了 该融资啊 被抬出去的都抬出去了 剩下的你抬不动他啦 你抬不动他 他就会在这边坚持下去 他不会卖 就等什么 就等一根穿云剑啊 就等一个穿云剑 一个板工的讯号响起之后 他就有可能会向上喷上去 那至于这个穿云剑 有没有可能立刻出现 我来想象一下 因为投资股票你要想象未来 穿云剑有没有可能立刻出现呢 我认为如果说星期一 星期一开盘啊 他能跳空向上 就是长得类似这样 长得类似这样 不一定要收红 我认为只要跳空就好了 就是现在是跳空向下嘛 现在是跳空向下 那星期一如果能跳空向上 不见得要收红 收十字线 收黑也没关系 但是就一定要维持一个什么 重点是在哪里 要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这边要有一个跳空的缺口 只要有维持一个跳空缺口 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底部形态 什么形态 诚心形态 诚心形态 诚心形态的重点就是 跳下去又立刻能跳上来 跳下去又能立刻跳上来 那重点 而且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是有量的 这边跳上来呢 量建议是不要太多 最好不要太多 如果有太多的话就代表 筹码继续很乱 筹码继续是很乱 那个时候就可能 也不是一个进场讯号 也就是说 星期一 如果伪创能出现一个诚心形态 搭配什么 广达技嘉都能持续上涨 哇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个进场机会 所以你手上有伪创的话 该怎么办 我认为啊 你应该调节部位 把一些不会涨的股票 全部卖一卖 准备什么 进场去买AI相关的股票 去买AI相关股票 就是下一波的主流 你会发现 很多老师这一波就开始唱衰AI 但是他们骨子里都还是看好AI的 但是持续跟大家一直在分享AI的 只有我 Only me 只有我啊 那这一波我想 伪创谍人这样 还是很多人没信心 没信心没关系 我具体老师给你信心 什么信心 长荣 我记得长荣啊 第一波大涨的时候 一样也是涨了四倍多五倍 然后呢也是出现了连续四根的跌停 你会发现他连续四根的跌停之后 就像我刚刚讲的 诚心心态 跳下去又跳上来 这边有没有跳下去又跳上来 这一根 有没有跳上来 不是张慧妹的歌啊 不要自己乱想啊 张慧妹的歌你自己去KTV唱好吗 不是跳上去跳下来 这边有没有跳上来 跳上来之后就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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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上涨 是不是如同我刚刚讲的 如果有跳上来 就会形成一个诚心形态 诚心形态之后 他一路向上涨不停 那一波又从什么 六十几七十块 涨到长荣最高到哪里 两百块啊 好那我想讲到这边 你又说老师 但是航运类股大跌了 不要再讲航运了 好我们不要讲航运 我们就是用AI来跟大家分享 美国AI或者是车用相关的股票 最重要的是 灰达嘛 那灰达会不会涨 那也是至关重要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过去来讲有很多产业 但是在大涨五年十年的过程当中 难免都会出现一些比较大幅度的修正 比如说 比如说 特斯拉 特斯拉我记得也是一样 在第一波大涨四点二倍 大家看到大涨四点二倍以后 哇 这波修正绝对比伪创可怕更多 可怕更多 你看大涨四点二倍之后 他修正六成 修正六成 大涨六成 现在伪创是三成 六成 那修正完六成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他又涨了多少 再涨四点二倍 所以也就是说 AI 他还是未来 特斯拉第一年刚涨的时候 大涨了四点二倍 下修了六成 然后再涨四点二倍 AI才第一年而已 有可能 就这样子 从 从今年涨了三个月 四个月 就跟over了吗 不可能 不可能 AI才刚刚开始而已 很多应用才刚开始 那为什么要先做 伪创 大家想想看 你没有工具 你没有工具 你要怎么做AI 那工具是什么 就是伺服器 AI伺服器 电脑啊 你没有AI伺服器 你没有AI电脑 你要怎么去让他去学习 他没有办法学习 要怎么做AI 没有办法嘛 好 所以 AI第一波上涨的 绝对是在电脑 跟伺服器相关的 涨完第一波之后 第二波 才会在应用的领域那一块 所以现在是先涨第一波 才刚刚开始 好等一下我们会有更多AI股 为什么会上涨的一些讯息 跟消息跟大家分享 在此之前呢 你会发现 我们讲的都是非常正确的 还没加入我们相关的LINE 或YouTube的相关的频道的朋友们 现在就加入吧 打开手机箱子 扫描这个QR Code 就可以看到我的官方LINE 或者是你想用关键字搜寻 小鼠GD1788 小鼠GD1788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官方LINE 我随时不定期 会跟大家分享最重要的讯息 特别是修正的时候 我也都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呢 要建议大家要买进 或有任何啊 我认为可以买的标股 我也会不定期的分享 另外YouTube的频道 记得也要帮我订阅按赞 并开启小铃铛 那这一波来讲 我知道很多人啊 很多人啊 就是在那边唱吹AI啊 然后就说 你要唱AI的时候 你去买其他的 不就 不就赚钱了吗 你买其他的 有点厚 有点贪 有点贪 大家也没有啦 现在还是AI比较强啊 你要想想看 大盘在涨的时候 你买的股票不会涨 啊现在大盘在修正的时候 AI股票也跟着修正 啊你之前买股票 相对抗跌你很高兴吗 没有涨过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很多AI股涨了那么多 下跌即使你再半烧印要砍掉 你甚至都还是赚钱 我们来一个一个看 比如说 你看台药 那天 AI股在修正的时候 台药涨停 台药涨停 结果呢 你看这两天又向下修正 这两天向下修正 这一根在那边炫耀 讲说 啊你看我没有AI股 我买到台药 我有生技类股 那今天呢 今天又开始怎么样 继续跟你唱衰AI 继续唱衰AI 这样有可能 好再来 检测相关的族群 检测相关的有红康嘛 我说我常跟大家分享 AI三雄不长 很多人就跟你唱衰 我一创技嘉广达 一直唱衰唱衰 你看你跟着我买便宜的AI 红康 是不是大涨了 那结果呢 AI三雄不涨 我告诉你 很多股票都不会涨 红康也是大涨大跌 你看我们之前买的爱普也是一样 爱普我们出掉了 好你看爱普 爱普我们之前为什么出掉 因为三雄走势不稳 相关AI的股票也会非常不稳 重点还是在三雄 再来呢 你说你没有买到AI 你买其他的 我们来看你买其他的 有点好吗 比如说你买的是中华化 那一天好像也蛮强的 AI股在修正的时候 特用化学也蛮强的 涨停 结果呢 开心一天 开心一天之后 隔天就向下跌了 另外我知道最近也很多人在讲探权 探权的股票只有一档在涨 它叫做农林 对不对 那你看一下其他的呢 其他的滑指有没有涨 AI在修正它也没什么涨 那人家AI在涨的时候它也没什么涨 好啦那 有的时候啊官场现行进是什么意思啊 就你要发现很多老师啊每天 讲什么就跟你讲什么 比如说在星期三啊台风架之前啊 很多老师在跟你讲那个超导体 超导体我完全看不上 我那天就节目我也讲过了 超导体我完全没兴趣 你看一下超导体我就不多说了 结果呢今天早上消息公布说 这个超导体LK99 它根本就没有超导体的一个特征 不是超导体 今天股价全崩了 全崩了 来看一下泰明 泰明是不是大跌 跌停 再来第一桶跌停 大涨变大跌 两根涨停你去追 追了以后 今天不是都死吗 再来光阳科 光阳科也一样大涨之后 立刻大跌 你买这类股到底有什么意义啊 你每天只是看到 今天涨这个就跟你讲什么 所以啊我跟大家分享 最近如果有说啊 他有超导体概念股的老师啊 这种老师真的要小心啊 真的要小心啊 因为这就是一个题材你去做 没有意义啊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要做就做主角 Immission impossible做几率吧 也没有 有吧不用在我拿图出来了吧 主角是谁 Tom Cruz Tom Cruz Mission impossible 永远不会死的 配角会死 主角会不会死 主角绝对是长命百岁 而且是观观难过 观观过 AI也是一样 观观难过 他绝对会观观过 哇 發音有点不标准 好 来我们看一下啊 其实我在 上一次的讲座啊 我真的我觉得 我讲的 真的都超级重点 我一直跟大家分享 我说 什么叫做产业 什么叫做题材 题材 刚刚那个LK 99 就是个题材 那AI呢 他就是个产业 我也跟大家分享 有什么不一样 题材就只是个话题啊 他永远没有办法变成人类的生活必需品 有很好 没有 哦 fine ok 他不会改变人类的世界 那产业呢 产业是什么 产业就是 他真正会改变人类的生活 比如说 智慧型手机 比如说电动车 比如说 现在的AI 就是 正在慢慢的改变人类的社会 人类工作的模式 而且不要说我这边讲讲 很多产业都已经慢慢在印证 印证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讯息发布出来都是这样的 比如说亚马逊的财报 为什么亚马逊财报 那个 业绩优于预期之后呢 股价就大涨 大涨死吧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AI的产品 已经越来越多人应用了 包含了菲利普3M 还有汇丰银行 都在用他的AI 可以做出很多的应用 也就是说 AI应用正在慢慢的实现当中 再来苹果 苹果的部分 iPhone销售量不好 正常 大家都习惯了 因为 我自己本身以前也是果粉 我现在对换手机真的 越来越没兴趣也没感觉 为什么 换来换去 你用的操作还不是差不多 像我个人 那我用手机啊 就是看新闻 看股价 打电话 发LINE 就这样而已 其他没有用啊 你叫我换新的 也没什么意思啊 用来用去还不是一样的功能 一样的画面 速度比较快吗 没感觉 以前可能有 所以 手机销售量下滑是正常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连苹果都布局在哪里了 你看库克 库克说啊 他的研发支出啊 今年达到了22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高出了31亿 为什么 因为他增加了深层式AI 也就是跟微软啊 跟什么Google一样 他说什么 大家看到库克说 多年来啊 他们持续对AI进行的研究 包含什么 深层式AI 他说他会持续的投入 创新还有投资 对吧 苹果都持续投资了 那你说 你会觉得老师这是国外啊 国外跟台湾没关系嘛 来 号称台股老实数之一的台达店 台达店我觉得 对我来讲台达店跟那个炎华 还有大力光的老板都是类似啊 像炎华 我就觉得他们很厉害 然后炎华直接说我们跟AI 没关系 今天股价就不太好 那另外大力光呢也是号称啊 台股老实数 那所以台达店他们董事长讲的话 绝对是可信的 那台达店 我们那天也跟大家分享 台达店就直接跟大家分享了 他说什么 现在的客户啊 要AI的客户啊 非常多 而且要货都要得非常的急 没有错吧 好所以呢你看 今天星云是不是又涨停了 证明AI类股没有死啊 散热族群的什么 见准 见准今天也是涨停啊 AI死了吗 没死啊 在 我们今年的代表座 AI伺服器机壳 银帮今天也涨停了 今天也涨停了 今天也涨停了 所以呢你会发现 我们讲的股票很多都慢慢慢慢慢慢 嘟嘟嘟嘟就涨停了 银帮的话 说真的全台湾说最会操作银帮的 大概只能说有我啦 就是我啦 没有别人了 你看我们银帮操作他几波 第一波 四月 四月 四月我们就操作他第一波 公布了之后呢 就涨停 涨停之后就 就再涨停 涨完之后持续的不断 再创新高 我记得那一波啊 我们在买的点位啊 是大概130 130之后呢 他就一路向上 涨到多少 涨到200块左右 涨到200块左右呢 因为我认为啊 200块是个整数关卡 既然赚的那么多了 投资股票啊 就是要有进有出才是增货率 所以我们就把它给出掉了 大家可以看到 130进场 对不对 3月30号 130进场 195出场 有没有大赚超过50% 来在第二波操作呢 你看 银帮 银帮 银帮之神 银帮专家 银帮之王是谁 就是我嘛 可以连续操作他三波 5月12号 我跟大家讲要注意啊 我们要留意啊 我公开之后涨停 涨停有没有进场 当然是有进场 然后这边呢 很多人你自己去操作的 可能就开高走低爆大量 自己就出掉了 出掉之后 你会发现我们坚持爆老加码 加码 赚更多 震荡呢 也没有再怕了 我说不出不出 我就是不出 持续的大涨 涨停花若盛开 蝴蝶自来 有没有 一百八到两百出 进场买进 涨停都两百九十二了 大涨不就是这样赚钱的吗 就是要爆了 而且一张不卖 一张不卖 全台最强 没有之一 上涨九十八了 上涨九十八了 有没有持股指 因天上游啊 人间能得几回罪啊 这种有 投资到这种股票 真是太美了 就一路向上震荡之后 我也在我们的节目 直接跟大家分享 三百五是另外一个关键 三百五有没有 三百五 我们从 一百八到两百出布局之后 一路向上 到三百五 九十几趴 那我这边呢 我在节目上 公开分享我说 三百五如果上不去的话 尊重再见 答案很明显了吧 2百零二进场 2百三以下 通通买 持续的加码 2百四再买 一路买完之后 七月六号 三百四 全速获利了结 投资股票 你只看技术面吗 我们帮大家看的基本面 营收持续向上 每股盈余呢 表现也非常强势 两波了 两波有没有 每一波都是50%以上 每一波都是50%以上 有这种股票 你还需要在意什么 什么一档股票20% 然后市场股票翻倍赚吗 不用 一档股票可能就帮你翻倍赚了 今天 今天银帮是不是又涨停了 今天银帮又涨停了 这么会涨停 你看 强势股就是强者很强 那最近很多人在唱出什么 AI股 AI股不行了 真的不行吗 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告诉大家 有一个关键的日期 是什么时候 8月底 那个关键日期 前后 也就是8月23号前后 我认为 AI股就会出现 绝地大反攻 所以我觉得这一支 就是我所谓的穿云剑 这个穿云剑 出来之后 我认为AI类股 就会大幅的向上喷发 因为投资股票 买在利多发酵之前 赚在利多发生之后 也就是说 我刚刚要跟大家讲的 这一支穿云剑 8月23号要出现了 8月23号要出现了 这个穿云剑是什么 就是一个利多 什么利多 我想大家应该猜到了 就是 回答 回答要公布财报 8月23号 回答要公布财报 我们可以看到上一次 公布财报的时候是5月 5月25号公布的财报 回答大涨25% 大涨25%之后 后续还是大涨了多少减 大涨25% 也就是25% 又25% 财报公布之后涨了50% 大家想想看 现在的下跌 好还是坏 我认为最近AI股的下跌是好的 因为台湾要公布7月份营收 回答也要公布上一季的财报 那在财报 数字公布之前 先跌 可以先清理一些 筹码 那这些筹码清理之后 等到财报公布之后 大家想说 哇 原来AI是来真的 因为这一波向下跌 把一些 AI酸 对AI没兴趣的 不是没兴趣 没信心的 不是没兴趣 是没信心 对于 等到财报公布 比如说 微创 广达技家 财报公布 你会发现 哇 七月营收真的出现大好 那时候 这些AI酸 对于 回答财报公布 非常有信心 大家想想看 最近 那个亚马逊 财报公布好不好 好啊 对不对 苹果财报公布 其实也算不错 然后呢 那个微软的财报公布 也不错 再重点是什么 我们找 跟回答相关的企业 是什么 哪一家 回答最大的竞争者 就是上次来台湾的 苏之峰 超微呢 财报也是优于预期 苏之峰直接说了 AI参与比度啊 是年增啊 会增加七倍 那既然呢 苏之峰都这样讲了 那你说 回答的表现会不好吗 回答的财报表现会不好吗 所以我认为这几天啊 修正过后 对后续来讲都是好事 真正的关键就是在8月23号 8月23号前后 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提前进场去做布局 不管是在前还是在后 那投资股票呢 你就是要买在利多发布之前 然后呢 赚在利多发酵之后 所以这几天应该说下个星期 或下下个星期 我认为都是进场布局的好机会 那这一波呢 其实全台湾来讲 做AI股最赚的只有我 你看动不动 绩效就是100% 90% 80% 70% 那涨停最多的呢 也是我们 那14天49登涨停 那几天啊 我就每天都有涨停 每天都有涨停 那现在 有涨停就有 没有就没有 我不会 硬要说自己有涨停 不会 所以呢你发现 我们这一波啊 即使我把很多股票砍掉了 你会发现我的会员啊 还是都很赚钱 大家看到 我们在8月2号 我请啊 我的会员出掉部分持股之后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给我这个会员给我的回报 他说老师晚上我剩下的持股如下 目前有资金多少 300万 你看有资金300万 跌下来 300万在重压 再大赚个50% 哇 这不就是才是真正投资的道理 投资赢家吗 好我们来看一下 他出掉之后 他的股票 营业达54% 广达-10% 有-10%有那么多吗 其实现在没有 因为是那一天嘛 237嘛 伪创45% 微软还有36% 你看 这种获利 是一般老师做出来的吗 做不出来啊 好所以呢这一波啊 如果说你手上股票有问题 你一定要预约赢家 预约赢家 下一波的赢家啊 你就要先做持股诊断 把不会长的出一出 会长的你要把它集中 而且集中到哪里 AI相关的类估 帮你化整为零 集中布局 下一波赢家 绝对就是你 所以想要跟我们一起做持股诊断的 可以透过我们旁边的电话 或旁边的like 来直接跟我们联系 今天节目到这边 祝大家操作顺利 我们下周见 拜拜 投资握力放远未来 想要跟我一起使用 融合总金面 基本面 技术面面俱到的投资方式 掌握股价关键买卖点 欢迎加入我的相关媒体频道 加入之后记得要按赞 订阅加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